我們來看看第七題 經濟學者分析某公司服務年資相近 員工的年薪 年薪 跟那個就學年數 就學年數 這個叫Ukst 這個叫YH 的資料 得到這樣的結論 他說員工 就學每年增加 每增加一年 就學年數每增加一年 這個平均年薪就增加8萬5千元 是問上述結論 可直接從下列哪些選項中的統計量得到 當然是從他的回歸直線 這是X 這是Y 增加就學一年 他的年薪就增加8.5萬 這是Y對X的回歸直線 年薪之重數與就學年數 這個是看不出來 年薪的全職 就選年薪的全職 就看不出來 答案應該選1 年薪對就學年薪之回歸直線的協率 就是協率 每增加一年 他的年薪就增加8.5萬 所以答案應該選1 對X 對X